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今天是2019年7月22号星期一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台北股市在今天的亚洲股市里面表现 相对是最强的 不管是恒生或者是路股都呈现拉回 包括日韩的部分都呈现拉回 台北股市今天上涨 相信很多的忠实粉丝会想要问 老师针对这个行情看法 有没有什么样的改变 因为今天的台北股市是创高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日线图 今天是创高的 这个7月1号的高点 其实是有过去的 那我们上周的节目呢 跟投资朋友报告 你要相信所谓大数据 忠实粉丝们这个大数据 相信大家验证一段时间 不管是从6月17号的节目 跟大家报告 结构改善 你不要看得太悲观 多方股票加速是超过空方 那一直到7月份的这个地方 跳空缺口下来 很多人告诉你倒撞反转 但是多方股票加速是创高的 我还是跟投资朋友讲 其实你不用这么悲观 也告诉大家贵买市场是比较有力的 你只要把握当下资金控管 因为这个行情不是很稳定 而且呢国际股市呢 都在相对高的位置 不管今天的倒雄指数 这个涨势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个周线图 在相对比较高的地方 那大家也都非常的担心 所以我跟大家讲 贵买市场是比较有力的 那一段时间投资朋友 你也慢慢得到验证 这个缺口也补了 台北股市今天也创高了 那我们快速性的先追踪 今天的最新的筹码数据 近月跟全部月选择选 今天是上升 那期货部分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特定法人维持在 9000多口的一个多单 那上周的影片 我们跟投资朋友讲 要去注意 出现这个背离讯号的时候 要注意 在4月份的这个位置 指数虽然创高 但是多帮股票加速是下降 而且这个创高之后 是没有再创高的 所以在这里出现一个背离讯号 容易行情也会整理 会修正 所以我们在上周的影片 给大家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给大家的结论是 请你要控制风险 要风高减码 那这个看法 有没有改变呢 投资朋友 我们上周是跟大家讲 出现一样的讯号 在上周五的创高 收上一线 多方股票加速 其实是没有什么增加的 那今天的数据 我们也跟大家做更新 今天虽然拉出了 这根红黑棒 多方股票加速 其实只有上升两加 667加 那空方股票加速 是继续性的往上走的 所以投资朋友 我不晓得 你的今天的心理的感觉 是如何 台北股市虽然强 但是今天只有涨 特定族群的股票 我不晓得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涨了哪些股票 新闻有在报的股票 或者是跟台积电 有相关的一些股票 比如说我们看到 台积电的一个 这个 法说会里面 其实提到的 5G相关的 所以今天的 不管是联雅往上涨 3105的文贸 工涨停 创新高 这5G的族群在涨 不管是全新也好 这个整个族群在涨 那当然5G就是 我们相对看好的一个族群 但是投资朋友也有些股票是下跌的 6462的神盾 这个是继续性下跌 所以当这个多方股票加速在往下走落的时候 有些落势股你要非常的小心 这个有一些诉讼在 那包括它的获利的部分 其实是被下修的 那包括我们在上周的节目 有跟大家预告 如果这个结构转落 如果行情有可能整理的话 那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其实没有看很坏 这个盘式 接下来怎么看 我今天的会员 也跟会员朋友讲很清楚 这个多方股票的加速 形成背离 不代表这行情一定死掉 因为接下来只会涨特定族群的股票 比如说我们刚刚跟大家讲的5G 今天几乎很多5G相关概念的都有涨 但是有些股票是已经先转落了 比如说5G晶片的联发科 它已经先转落 它跌破了月线 那有些股票比较强势 筹码强势的2449的晶元电子 这个除全息之后 基本上你还原全息 它已经是创高的 那当然这股票我们会员已经卖掉了 我们没有卖最高 但是我要提醒投资朋友的是 有些股票短期上面是筹码在走嘎空 那包括我们上周跟大家验证的3596的字役 今天是拉涨停的 那这股票的部分 投资朋友 我相信你关心的是 它的一个目标价在哪里 当时我给惠友朋友定的技术面区间 是77块半到101这之间 那我们带惠友朋友90几块这附近买 101这附近有达证 我们惊喜惠友没有出了 那今天这样走 当然结构状况是这样的话 我们没有再把它买回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卖最高 再投资朋友 关于置意 你想不想了解它的目标价 这个地方涨上去 或许都还会机会再创高 但是空间有多少 我要提醒投资朋友是这个 你一定要去注意 哪些股票 还有没有空间 今天拉的几乎都是5G的股票 那这个也是因为台积电的法说提到 接下来的产业在不管是5G人工AI这一块 然后跟台积电有相关的股票都在涨 所以像台光电也好 这个都是5G基板相关的公司 那你看一下 8028的生涯半导体 这两股票也是我们会员专区里面 投资组合的股票 今天也是供涨停的 那它的目标价在哪个地方 它已经创历史高了 那这个也是台积电相关的半导体 设备有相关的 所以投资朋友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结构其实不强 但是再涨的股票 只有涨少数特定的股票 跟台积电有关系的 生涯半导体 它的这个台积电子公司的精彩 今天拉涨停 3443的创意 人工AI的拉涨停 所以现在的资金有点集中化 跑到台积电相关的概念股 以及在5G人工AI这相关的族群性 有机会 但是投资朋友 今天在涨的股票 有些 比如说我们上礼拜 跟大家讲 我们会员朋友 卖出了这两档股票 3527的聚机 4962的普瑞 这档股票我们当然没有卖最高 但是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到 我们的选股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些股票选出来 后面的表现都是非常的好的 那聚机今天差一点创高 今天量爆的非常的大 那当然我们有些会员朋友 今天有问说 他如果在上周五没有卖的 那今天卖好不好 相关建议我也给会员了 聚机的目标价 也是我们投资组合的股票 投资朋友你想不想要了解 那聚机为什么今天会供呢 其实也是因为新闻 头版头条跟 MicroLED MiniLED都有些相关性 那我要提醒投资朋友 现阶段你不要乱看新闻去追股票 金电提到这个 苹果要用MicroLED 那很多新闻也提到这个金电 所以其实金电 金电有大涨上来 但是你还要一直用这种看股票 看新闻去操作股票的方式吗 我们提醒大家 我们在上周跟大家预告的这个光学镜头 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 上周有个新闻提到 大力光要退出车用镜头市场 所以不管是亚光佳麟 金国光这些股票受惠 但是投资朋友你看新闻最近去 这些股票很多都是在出货 因为光学镜头是光学者 这整个族群是最近这一季 几乎是涨最凶的 那亚光当天放完新闻之后 开高走低 那到今天投资朋友 你可以看一下 亚光基本上你买进去也是套的 那我们上周是有跟大家预告 这个行情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有可能会带会朋友去 锁定一些偏空操作 而且是 这个龙卷已经强势回补完了公司 我们上周是有跟大家讲 这两档 3406玉金光今天杀尾盘 所以我们上周跟大家预告 投资朋友 假设你持有玉金光的 你至少要避开吧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 如果说大力光要全力攻 这个手机相关镜头的话 基本上玉金光是没办法跟他竞争的 所以这是玉金光今天往下走的原因 但是这个股票目前是停卷中 所以其实也没办法空 但是为什么会杀尾盘 所以做多的投资朋友 你持有玉金光的 你要非常的小心 我们没有鼓励你放空 但是该避开的你要避开 那玉金光到底如何操作 什么时候可以空 什么出手 你有兴趣的你可以跟上我们 那包括像不管是刚刚讲的亚光也好 还有我们上礼拜跟大家讲这一支 3504的阳明光 今天除全席 那目前是停支停卷的 停止融卷期间已经过了 所以这股票 什么时候可以做 什么价格做 然后 向下的空间大概什么规划 这都是我们投资组合 之前有锁定过的空方标的 所以如果说要多空操作 你还是要慎选 你不要去乱空 千万不要去空所谓5G概念 因为5G是目前比就大家 算是非常认同的一个产业 那这些强势股 你不要去乱空 6213年貌这个继续往上嘎 但是以獲利评价面来讲的话 这个位置的年貌 当然就可能不是这么便宜了 但是我们这样讲 投资朋友你也不要因为我们这么讲去放空 因为这个族群不适合你去乱空它 因为5G这个产业是向上的 所以这个都会有相关的题材 跟这个营收都会出来 所以你去空这些强势股 投资朋友你不会赚钱 你要空你要空 真的后面产业有比较有问题的 比如说我们讲到手机这一块 或者是竞争这一块的浴金光 这一块可能是比较有机会 那怎么做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那上周也跟大家提醒一些弱势族群 国具 这个盘是在涨 可是这些股票却在往下跌 所以投资朋友我们用一些 我们的钱满营系统帮大家看一下这些公司 那先跟投资朋友做个善意的提醒 这个钱满营系统个股解析 我们是针对网友 忠实粉丝们的一个服务 但是呢 这个是从技术面角度跟大家做分享的 从系统角度跟大家做分享 不谈基本面 因为基本面是在慧影音讲的东西 单纯就分享我们看法 那不提供所谓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有个股相关问题 我邀请你可以加入我们赖好朋友 我们IT思想然后学权提一些 好我们先看大力光好了 谷王大力光 特别去注意一下 毕竟他是谷王 光学镜头要特别去注意 就是今天的低点 因为这关键的价格在4170这个点 这个点不可以破 如果谷王转落的话 这个行情的部分就相对比较危险一点 那6462的神盾 我们可以看一下神盾 神盾的部分他在 在这里转落 我们有跟大家做提醒 就是241.5这个价格 那在这里跌破之后 现在的目前的一个系统上面来看的话 他是个空方的线型 这个所有均线都跌破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 走一个主跌段的反弹之后 在这里往下跌 以线型来讲的话 这公司很有可能会去回撤连线的 所以持有的投资朋友 要特别去注意 那我们在这个Lite 8上面 跟大家讲的一些筹码 比较有问题的 3034的联勇 今天有拉涨上来 那信用筹码的部分 这个数值还是 这个数值还是非常大 筹码踏脑行情还是非常重 所以这股票 筹码会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这公司 在涨的时候 比较不适合去追 那今天刚好来到这个压力点 刚好来到压力点 这个要等他筹码沉淀之后 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谈过的 8436的大江 这也是Lite的好朋友问的 这个 也是信用筹码比较不好的 那短期有在这里拉涨上来 那即将要做除全席 那这公司我们在 跌下来的过程当中 有跟忠实粉丝们讲 跌到某个价位 我们会考虑去买的 那这个价位我们会员都知道 那到底这公司 什么价格可以买 要不要参与除全席 投资朋友如果说你有这些公司的 欢迎你 可以来寻求我们的一个协助 那有些公司的投资朋友 强势的5G股票 你就技术面操作 那有空间的 你可以继续去做一些琢磨 那有些苹果概念股 我们前面跟大家谈过的 2313的华通 创高到30.4 他的目标价 会员有问的我们有跟大家讲 原则上靠近30块的 华通投资朋友 你要特别去注意 因为这些公司 你可以来看一下 他的一个 系统的分析 目前来讲他在我们系统上面 技术面来看的话 他是多方 他是在多方 那以获利角度的分析 30块以上要特别去注意 现阶段如果说你持有的 你就守这个点 这条线不要破 就是28块钱 28块钱跌破的话 那他这个整理时间 可能就会 可能就有转落疑虑了 所以持有 滑通的投资朋友 再特别去注意 那3105的文贸呢 这些5G的股票 是创新高 因为这整个5G的部分 获利 有往上调 那目前市场资金 也找不到什么 合适的标的 所以都往5G走了 那这个关键这个支撑线 其实都没有破 那慢慢的往上走 原则上230这个点 不要破的话 波段上都有继续往上走的机会 那我们现在要操作 都待会没有找 这种信用筹码 是红色的 就是筹码面比较好的 那系统的部分在多方的 你跟上这样的一个系统化操作 比较有机会赚钱了 所以在最后提醒投资朋友 关于这个行情的看法 我们维持在上周跟大家谈的 这个地方的行情 很多人告诉你是逃命波 那目前的一个股票结构来看的话 逃命波的几率也蛮大的 也蛮大的 所以你现在能够做的就是 去面对问题跟解决问题 你手楼上持股如果太多的 你现在一定要懂得去做调整 那该换到什么股票 我们投资组合里面 在这周都有新增一些新的股票 都跟台积电有关系的 比如说8028的 升阳半今天又拉涨停了 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些股票 未来有机会 你把资金换到这样的公司去 那空间到底有多少 你知道 其实一步一脚印这样做 我们是这样的鼓励投资朋友的 上周是不是跟大家讲到 这些公司 不管是邦特还是液态 那我请你不要去追 因为现在行情 资金开始有从生计股流出来 这些公司是5月19号 整理给会员投资组合里面的 4163的液态 4107的邦特 技术面区基在这个数字 投资朋友你可以记下来 所以5月中旬的价位 邦特112附近有到 然后到135 这个价格都是有到的 液态118.5 是不是有跌破 然后到150 这个也都是打正的 所以你只有透过我们团队 先帮你准备好投资组合 你照我们的价格区间去做一个操作 你锁定这些股票去操作 然后百合我们也跟大家印证了 虽然我们没有卖最高 但是我们会员朋友是买在76块钱 到现在投资朋友 这个地方随便卖你都是赚钱的 所以你只有透过提前帮你研究跟规划 这样去操作你才能够赚钱 那现在这个行情呢 结构有转弱 所以投资朋友 如果你现在有持股的问题要做解决的 你可以利用我们早秋专案 我们早秋专案是 现在加入会期从中秋节起算 中秋节是在9月中 所以你现在加入到9月中 这段时间其实会期都是多赚的 趁这个时间股市拉涨上来 要懂得调整 然后该换到哪些股票去 那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脚步 我们公司电话是02-8101-0630 02-8101-0630 那如果不方便来电的 你可以看完影片下方的地方有箭头 点选这里 下面会有申请表的连结 点选连结透过右边的表单 正确填写送出资料 你可以来体验我们最新的会影音 就是今天录制的 那以及了解我们的操作 那最后提醒投资朋友 填这个表单是认同我们操作 或者是你有个股的问题 打算要换股跟上我们操作 那如果说你是来问全证或者是期货的 我们目前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这个地方感谢忠实观众收看 你可以立即来电 利用这专案加入我们 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谢谢